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元围棋 我是杨子 我们今天为您讲解的比赛是 第21届农心杯三国围棋擂台赛的第四局比赛 我们请到的讲题嘉宾是刘京老师 刘老师你好 杨子你好 齐皮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我们现在介绍这番棋是 已经是三国围棋擂台赛的第一阶段的第四局 那么在前面的比赛里面 是中国的杨鼎心已经获得了二连胜 那么根据这个农心杯的规则 我印象中三连胜的话就会有连胜奖 那么我们也希望杨鼎心能延续去年 以及前三年有两次我们范廷玉当先锋的时候 获得了七连胜的一个佳绩 向他这个目标进发 是那今天这盘棋也是第一阶段的最后一盘 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场画面 左边为杨鼎心右边是韩国棋手金智希 是的 那么在中间站着宣布的裁判长 是我们的中国维系协会的副主席 也是我们国家维系队的领队 华学明 农心杯的赛制 应该算是偏快棋的比赛 对 每方一个小时后一次一分钟读秒 就是看他们拆先的结果 应该是杨鼎心获得了黑棋 那么这个拆先也很有意思 杨鼎心就连续三盘拆到黑棋 就是农心杯是每盘棋都进行拆先 对 每盘棋进行拆先 那么这因为它是农心集团赞助的比赛 采用的是韩国规则 韩国为其规则是黑棋贴六木半 贴六木半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说 拆到黑棋的多多少少 会有一些心理上的优势 这位金志祺是韩国的二将 他们的第一位出场的是 是袁胜珍 对 袁胜珍是战胜了一位日本棋手以后 战胜了春川大戒以后 输给了杨鼎心 杨鼎心是战胜了 袁胜珍 然后昨天是又战胜了日本的三下竞舞 近来农心杯的比赛 中国棋手战绩还是非常不错的 是的 是的 近八年来吧 好像获得了六届的冠军 而且在中国棋手当中 连胜的棋手也特别多 对 对 对 主要尤其是范提玉 在前三年好像是去年和大前年 延续的七年胜 应该是底下了赫赫的战功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比赛的研究席 这是于彬老师 也是我们中国围席国家围席的总教练 这盘棋是杨鼎心是黑棋 金智希是白棋 那么我们先来看这盘棋的进程 金智希其实也是沉迷已久了 大家可以看看 看画面上他其实那个面容还显得非常年轻 是 很智能 对 很智能 也是外号也叫太子 金太子 但实际上他的年纪也接近三十岁了 对 应该是八九年出生 对 对 对 跟陈邀业当时 一个年纪 对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在维席界的三十岁应该是属于老将 大家所以说对最近几年 金智希的那个成绩 就是比起前几年 好像是大幅的后退 就是也不用特别的奇怪 是 好 我们先来 一盘棋 两顶心是采用了二连心 这也是白棋也是二连心 白棋二连心 这个二连心对二连心 可以说是当今最流行的一个布局了 是 而且因为按照现在棋手们的用功程度 对于说二连心和AI的推荐 点三三什么之后 接下来一些变化 我觉得几乎职业棋手里面 都是耳熟能详 实战的话 黑棋是挂完脚 对 然后接下来也是不出意外的 对 点三三 就在AI的推荐里面 它就是只要是二连心的布局 你起码要点一个三三 我起码要点一个 对 所以说 大家看现在的职业棋手的对局里面 经常会出现点三三 其实也不用太过于奇怪 不过我觉得 随着咱们技术在 继续的往前进步和推进 也许过不了多久 可能点三三下来又会少 少起来 只是最近大家都在不停的摸索 因为我们看到 其实AI从它诞生到现在 也在经历着不断的可思跟变化 对对对对 没错 包括点三三 在接下来一些很多的变化 AI也在不停的变化 对 所以我们职业棋手 就人类学AI的话 我觉得不能好像傻乎乎的 按照AI推荐什么就下什么 我觉得还是要学习AI的一些思路 然后理解自己所能理解的 然后下自己所可以掌控的一个围棋 这样才能跟上它的步伐 它变化的时候 我们可以及时的跟上 对对对 那么我们刚才所说的是 针对我们职业起手来说了 对于大多数可以说 做在电视之前 听我们讲解的 大多数的业余爱好者来说 我的推荐就是 大家下自己喜欢下的围棋就好了 下自己擅长的 对对对 围棋都是自由的 在之前 谁也AI没出现之前 就是像点33这种 企业肯定是要被老师打屁股的 对吧 那就说明围棋其实很自由的 也是也因为AI 所以我们现在布局也比较多元化 黑棋是非 对 在这个局部上来说 其实AI的企业肯定也是点33 两边点33好像都可以 但是除了点33挂脚 也是在AI的推荐的范围之内 那么如果说点33是 首选的推荐 这个是第二个推荐 从AI的胜率上来说 可能就差百分之零点几 这其实是微乎其位的 所以对大家来说 并不一定就是AI首选这个 你就要下这个 还是下自己 是 可能职业棋手 他在比赛当中 从心理上 他觉得胜率高 会有一些心理上的暗示跟优势 但对于我们广大奇迷朋友来说 这个胜率跟最终的胜负 其实关系不是很大 对对 不过你说到胜率 我想跟大家讲一个 很有意思的故事 就是可能就在前几天吧 正好有个活动 我跟柯杰坐在一起 柯杰说到 这柯杰的原话 就是不要太吸引AI的胜率 就是大家看那个 可能很多奇迷 从网上看 某盘期的胜率 70% 80%还显得很高 对 科学研发者 70% 80%都不算什么 就是对人类企业来说 他70% 80% 也可能只是说半的 或者是 的优势 的优势 其实是微乎其位的 是 所以很多奇迷朋友 其实也在问我们说 就是现在 因为职业棋手 都在用AI 作为训练工具 那作为他们来说 是否也应该 就是 因为在家 现在都可以 自己安装一个软件 是否可以自行训练 你说作为业预习手吗 对 我觉得倒是不太推荐 因为 我听很多职业棋手说 当然人家 职业棋手训练 那是必不可少了 是 但是呢 他们下的也都是 很多 除了AI推荐 也是下自己 喜欢掌控的围棋 那么很多 AI的一些选点 尤其是 它的选点 第一选点以后 接下来变化 其实很多是不能看的 都是很奇怪的 很难理解的 很难理解的 对 因为它 AI的反正 事实反正挺有意思 我们可以要借鉴 但是不能 一味的去模仿 和复制 对对对 没错 所以我个人来说 不太建议 我们爱好者去 用AI来训练 就是 还是下自己 喜欢下的围棋 就好了 而且如果是 对这个棋 不理解的话 冒上去模仿的话 可能让它的 这个完全对理解 对对 可能反而 更加的偏差 对对 反而有偏差 好 我们进入 还是进入到 棋局中来 这个挂脚以后呢 AI推荐 我们先说 AI如果说飞的话 它一般就是 开始偏脚 当然了 那个实战 这么拖也是可以的 所以呢 对黑棋来说 那么呢 往这飞一个手脚 防止白棋点三三呢 也是它的一个首选 就这个地方脱鲜 直接直接小飞 或者就是 不让白棋来点三三 但是呢 这个这个选点 和这个选点呢 其实真的就是 百分之零点几的生 都其实 真的可以忽略不计的 对 完全靠个人喜好 对 完全靠个人喜好 这个稍微稳健一点 如果选择这个小飞 白棋一般来说 可能选择双飞燕 那可能会激烈一点 对 而且我们羊顶心的 起风 可以说是比较厚重 而且他们 到达这个层次的 职业起所 对于这个AI的 那个招法 其实理解是非常的 深刻深入的 嗯 实战白棋是拖 对 拖也是一个 其中的一个选项 也是非常不错的 两顶心 厚重 而且是 其风也属于是 后发自然型 在 在这个地方把黑棋往下贴下去 当然也是一种选择 把行线断 回去拐 黑棋持 长 立下来 打一个定射 黑棋这样 接住 那么就立马就会在这边形成一个战斗的一个态势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 杨顶心是一个厚重的棋风 然后基本上很多棋都是后发自然 那么这 金智熙呢 就是印象中 它是一个很善战的一个棋手 力量很大 力量很大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杨顶心没有选择这个下法 我觉得是可以非常理解的 当然了呢 就是挡下去的手段和接触的变化图 这两个相比较而言 其实胜率其实没什么变动 所以挡下去也可以下 对 就是两个变化都可以选择 就是就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就好了 然后黑棋拐了一下 就是我们大多数爱好者喜欢战斗呢 就是打下去 好 然后实战黑棋拖先 黑棋这步拐完之后 也是为了可以直接拖先 对对对 实战是黑棋小飞手脚 对 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上面黑棋抢了一个先手 那自然就是不会再让白棋再来点三三的 本身这个地方 就是目测来看 肉眼一看 显然就是下方这方是最空旷 我们就说一点 简单的就是在布局阶段 越空旷的地方价值越高 对 越宽的地方价值越大 对 所以黑棋就选择小飞 然后白棋飞起来 对 这个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 跟拐可能差不多 反正意思都是这个意思 一方面扩张自己 一方面呢 遏制黑方的这份的势力 然后呢 司机还要走这边的悬点 打入 对 黑棋的接下来这首棋 也是致此一首 对 因为这个地方不走呢 就是如果说 如果不走的话 假设黑棋比如说在这边拆个边 无论是拆在哪里 那么呢 黑白棋可能会飞在这里 这个点是非常的 非常的大 有了这部压迫 黑棋这边 将来再要进去就 可能就比较苦了 对 如果飞的话 黑棋大概也只能冲了 拖先 或者是冲了拐 也可以直接拖先 可以直接拖先 对 因为这个时候有冲断的下法 但是在这个局面下 冲断可能不太合适 冲断可能不太合适 我们来看看 杨子就说冲断的下法 那么呢 黑白棋就简单藏出来 黑棋是藏的 对 白棋就是 如果就算坚定 就将来这个白棋 斑瞻子牵手 这个对黑棋来说 比较痛苦 是 然后黑棋这两颗子 在白棋的势力范围之内 也是比较危险 它 当然如果说 你要说生死的话 黑棋轮断黑棋下 问题倒是不大 但是首先 白棋的斑瞻牵手 黑棋的实力已经受损 第二你跑 白棋顺便把这个围起来 然后把黑棋 利用攻击 自然就会 黑棋这边的势力 也就被削掉了 潜力也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 类似这种棋 我们就想到 一个围棋实觉里面 叫入戒一换 这看起来像战斗 其实就是要打进 白棋的地盘里面 是 对 实战 黑棋选择了小尖 对 这个小尖也是 只死一手 也是为了 这个 抵消他这边的潜力 没错没错 本身就价值 非常大的一步 将来就可以 在里面 随便的选择 打入的选点 就很多了 对 那么呢 可以说 这部飞和这个小尖 应该实际上 一个的一个好点 那么那白棋获得这部飞以后呢 那对这边也会形成一些压力 这时候呢 如果走这边也可以 那走这边也可以 就是要看白棋的选择 白石战是选择了这边 二间低加 然后黑棋 黑棋靠 这个 这不靠 其实啊 当然AI也是有这个推荐 但实际上这不靠 在AI之前 人类就已经出现过了 其实AI的招法 在人类的对集里面 很早很多很多 都是曾经出现过的 只是没有流行开来而已 是这样 对 可能之前这个靠是场合定式 就人类其实在特殊的场合下 是选择靠完了 有 就是要进行 对这个指要进行触底的时候 又要想下的清理一些 对 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选择 是 就它的很多下法都是 可能之前人类骑手出现过 但就是场合定式 对 场合下法 但是在它看来可能是一些寻常 对对对 和常见的定式 对对对 像这个地方就是靠 就是在AI选择里面 也是其中的一个选项 那么呢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变化啊 就是在黑旗扣的时候 白旗的几种硬法 是 首先白旗第一感想到的是挡在这儿 对挡上的话 黑旗肯定是加这个 嗯 白旗正常是如果虎的话 那可以先手拍一下 可以白旗粘上 嗯 如果走成这样的话 那么呢 这白旗就会稍稍的吃了点亏 嗯 将来黑旗还可以逼到这里 这样黑旗这个地方就会变得 嗯 很有弹性了 嗯 这个将来还有打结 作业等等的一个手段 是 而且白旗这个地方呢 也被压缩成 也就是二路孔 嗯 对 只在三路 所以白旗虎是不可取的 啊 对白旗虎是如果挡上的话 白旗这个虎是千万不可以 还有长 对 长的变化 要走的话只能长这个 嗯 那么黑旗长起来 白旗冲 这时候呢 就是大家谨记我们以前的围棋的一些 嗯 一些格言嘛 嗯 就是断哪边吃哪边就可以了 嗯 就是白旗 我们一般来说 其实都是断在里面 会多一些 就看白旗愿意选择死费 吃在哪边 还是选择外事 就是对黑旗来说 断哪 黑旗就吃在哪 对对对这些来说比较简单 断哪边吃哪边 嗯 然后吃这个 白旗就爬一个 爬一个 啊 那么呢 这个形状将来这个有线索 那黑旗再逼过来 这样的话呃 白旗当然是获得一些死一单实力 这个脚上并不是有说这个多么充分啊 这个实力 而且黑旗这个提完以后最基本上就活了 是 走成这样的话 反正作为白旗方来说 会多多少少 有些不是太满意吧 那如果断在脚上呢 断在脚上 然后吃 这时候呢白旗又痛苦了 对 因为白旗如果吃在这里呢 将来还有引针 嗯 如果退了呢 那就这个形状 将来这一段还是有缺陷的 反正 总体来说 白旗断这样 走成这样 还不如断在外面吃脚吧 是 而且一般来说 如果这个紫正不掉的话 只能退的话 这个旗形啊 都 就是这一方都不太好 对 等于说松了一点 是的 是的 嗯 就是不推荐这么下 嗯 好 那我们来看 就是说 如果靠白旗挡上黑旗加的时候 白旗因为不能虎 只能藏 常被 黑旗藏到三三呢 好像白旗无人冲完断哪边 都不是太满意 是 那么呢 这个 这个 就要考虑不要去挡了 对 首先如果退在这儿的话 对 有 有 怎么样 哎 这个退是 呃 可以 基本上来说是AI的首选 哦 是这样 感觉像是被黑旗便宜了一下 对 但实际上呢 黑旗也有损失的地方 嗯 就是比如说 将来三三没了 这个非也没有意义了 嗯 而且呢 如果你不走呢 这两个旗这个交换呢 看不出来黑旗有什么便宜 嗯 如果说正常的话 黑旗应该是还要继续走的 白 哎 这时候咱们再对比一下之前的形状 嗯 这时候白旗就不要走了 呃 如果你走到街 黑旗是不是就跟刚才的形状 对 有个形状很像 还原了 还原了 嗯 那么白旗是不接就变成 比较 比较呆滞了啊 肯定是白旗不会接 白旗可能因为会拆了 然后会脱纤嗯 所以立的这个下法 也是争一个先手 争一个先手 嗯 因为黑旗不走的话 他这样看不出便宜 但当然了 黑旗扑到这里 从这个形状来说 他比任何地方都显得好 就是这个形状来说 黑旗肯定是 还是不错的 就是一手旗下人这样 但是同样白旗 争到现在拆了二 就是白旗也有所得 就是双方可以说是 达成一个共识吧 一个妥协也是 对 这个以后的话 黑旗冲断 冲断白旗不怕 暂时不怕 冲断白旗就挡住 挡上你断 把接住 断在外面 白旗站在里面 如果因为你现在 只能藏那个 那他就简单 就打了一退出来 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战斗 这个显然白旗是不用怕 你这还得走 不然被跑 嗯 这个战斗不担心 所以走成这样的话 就是可以说是双方各取所需吧 嗯 也是个很正常的一个应接 是 嗯 好 我们看了 说了这个党 这个例 这个例呢 可能说是 相对来说是 可能一个首选吧 也是一个比较稳健的 比较稳健的下方 对 还有第三种应法 就是搬这个 那我搬这个 嗯 感觉这部席就是要 比较激烈一点 对 感觉要挑起战断了 对 那么呢 如果说这席 好像黑旗要看下要断 那就上当了 这是黑旗 白旗立下来 再立 哎 这个地方就黑旗不好办 挡不下去 挡了一边一挡 那这个战斗 嗯 不用说 要死了 脚上 肯定不立 但如果你要这么简单的话 你挡 这个战斗被断起来 而且这个形状正好 被立在这个地方 白旗的脚地 获得很大的实力 是 这样的黑旗 也是非常不利的战斗 嗯 所以在斑的时候 就绝对是 不能去走这个 这个 嗯 那么呢 还是只能走这 加还是要点 要点 嗯 加的话白旗 对 只能斑 挡住 对 这时候呢 我们断这个 对 这样的话 比刚才单段 被白旗立下来 黑旗要好一些 嗯 但是就像这样 下面那个战斗 黑旗依然不立 嗯 就是白 黑旗如果贴出来 对 这个战斗 嗯 可能 也不能说 依然不立吧 就是说 这样战斗 呃 至少是 白旗也是可下 可下 对 白旗藏出来 这个还是要看一下 周围的配置 对对对 那肯定的 嗯 这个就是 再冲 对 再冲 再冲 他就打死 这个 嗯 很明显 这样的话 会导向一个战斗的 对 马上就进行一个 激烈的战斗 是 这是进行一个 马上激烈的战斗 然后呢 当然黑旗还有 另外一个方式呢 就是 就是打这个 哦 打这个 他可以不用选择打这个 嗯 那白旗沾上 沾上 黑旗先二路打 这个是必须立 只有立 黑旗先切住 这个也是必须打 基本上都是 呃 命令型 嗯 黑旗再打 那么呢 如果你要直接冲的话 黑旗把这两个子吃掉 这个获得 这个脚伤实力很大 而且将外面有断点 嗯 所以从局部上来说 白旗应该先打这个 这边先便宜一下 对 再冲 然后再冲 哎 但是这个时候又产生变化了 你说打完以后再冲 黑旗就可以脱腔 哦 嗯 将来你提 他就提掉 那么将来这既然还有存在一个断点 就是走成这样呢 当然不是说白旗 不好 白旗也是可下的 就是说作为黑旗来说 他就 把这颗子 本来是要处理这颗子 他就简单通过这个定型呢 获得了先手 而且是把这个 相当于已经先手处理好了 这颗手 这也是一个转换嘛 相当于是 所以说这个 从黑旗的立场上来说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是 当然总是这样 黑旗就算要便宜 也是一点点 对对对 所以我感觉 维棋当中的次序 很有意思 就是白旗先下什么 会影响黑旗的应对 对 以及最终的结果 所以 所以爱好者们 听我们讲题的时候 觉得 哎呀 我们说这个 可能黑旗好一点点 觉得就不要选择 其实不是的 你要觉得这样的白旗 你觉得好 好 很容易掌控 你可以选择 没有问题 对 好 我们就把这里面的这个变化 就是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 介绍这些 是 黑旗靠的时候呢 白旗三种下巴 一个挡上 一个立 一个斑 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可以来选择 是 实战白旗是选择了斑起来 刚刚刘老师也介绍 金智希是一个力量 比较大的棋手 那么对于他来说 在这个局部上 他肯定是 不能错过的一手棋 对 黑旗家 当然了 这时候呢 杨明明是选择了打这个 真是 对 我们刚才说这个 这个打和刚才那个打 其实都是 都是可行的 还是要根据那个 起风来选择 是 实战白旗是粘在这儿 刘老师 这个地方也有长的下巴 有长 有长的话就是 这个长的风险是什么呢 就是黑旗冲的时候 白旗已经有所损失了 那么白旗打 当然在这个局部 黑旗的战斗是 就比较辛苦了 走成这个形状 当然黑旗还可以寻求一个 转身在往外飞 往外飞 白旗贴起来 我们简单摆一个变化吧 就白旗拐 你要是弯的话 将来这辈子吃了 这黑旗就不像样了 但是黑旗还可以团这个 团这个呢 白旗可以挑这个 这个战斗就非常复杂了 是 这边要挖 这边要挡 是 就是从 我从我的感觉上来说 金智希应该这么选择 才像他的戏风 更符合他的风格 对 这其实接下来 黑旗应该是要贴 就这样的作战 比实战的更为激烈一些 对 那么这时候 其实白旗一挖 黑旗已经死了 但是黑旗可以通过气质 但是白旗也可以 不吃这个 先走外面 然后整体来攻杀 黑旗 这样的话 其实是一个 很复杂的一个战斗 实战金智希是选择了直接沾上 对 直接沾在这 这个没有 对 理论上 好像藏一个像是金智希的 应该选择的一个地方 站在这里 就是白旗 从某种角度 其实已经给黑旗一个 可以灵活处理的一个空间了 因为你是慢了一点 接下来黑旗可以打这个 一藏 然后黑旗这时候就可以很灵活了 正常来说白旗应该这么走 拐弯再挑这个 正常来说 那么黑旗这个三个可以不要了 就可以先压迫在边 比如说这种 将来随时可以贴出来 那么这地方 就白旗如果说这个时候挡这个 对 切的 一人吃一点 因为白旗这边 不能说慢了一点点吧 不能说那个怎样 这样的话 就给黑旗就有更多的一些 很多的空间 是 举步来说的话 可能是两分的差不多 走成这样的话 应该是感觉上黑的不错 黑的不错 黑的 白旗可能要打这个 就是将来提的时候 黑旗会有点蓝色 当然黑旗可能在挡上 白旗再提这样好一点 因为你说是不沾的话 来提它就 相当于是齐精了 是 但从全局的整体配合上 因为黑旗那边有小背手脚 没错 加上那一带的发展 是的 这个所以 杨子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 如果走成这样的话 黑旗这边其实可以完全看清了 白旗这边的发展实在是 对 菜非常的有限 因为这边有个小间 这条边实际上价值比较小 非常有限 只是白旗打这个提完后 它确实实地上还是所得 还是剖风的 不过黑旗走到这边 其实更注重的是这边的大的方向 是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黑旗应该是可以满意 对 实战精致性 它也没有拐这个 可能也是担心这个图 因为走这个在跳 黑旗要走的话 那是可能有什么 黑旗可能会转身 这个精致性担心的 所以他选择压 我相信可能也是接的时候 也许应该就考虑好了 是 但是这部压 白旗黑旗肯定要退 这时候因为黑旗往外走 这边有点 就不像刚才那走得那么好 白旗的拐可以长的时候 白旗这个点就没有了 对 那黑旗肯定要长 是 而且白旗如果吃的话 一手机就能吃干净 是 白旗再压 这个肯定跟它走 白旗继续压 就看起来这个白旗很舒畅 但实际上这几部起压 都是 其实有损失的 黑旗这已经有些目数了 而且它藏到这边 对这边又 多多少少 又会形成一些压力 白旗如果是要选择这样的下法 那一定要在这边再收回来 不然的话 这纯粹就是完全的就付出了 对 会有落空的感觉 会有落空的 但是这个地方 就是如果说你要先点掉 黑旗接住 那么黑旗将来 随时有个搬进去打劫的手段 其实黑旗的弹性 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完全不怕 对 如果你要不交换这个 当然是可以 比如说你要打这个 将来说想起 那黑旗就往外走 或者你要怎样 都对白旗来说 这四颗黑子 是很难攻击的 实战白旗是 点了一下 点完之后 再飞 对 这点了飞 好像作为人类来说 低感 对 先把它封住再说 对 先把它点中 然后再把它飞住 是 但是呢 其实这个黑旗 好像 这个地方真的是太 太好操作了 就算最简单的 自己做一个演 你要打 那么呢 它随时 全是解散 这一开截 这一打完后 影响了白旗脚上的死活 是 因为白旗点到了这一下 把这些点到之后 黑旗这里边 这个截是没有什么 后不负担的 如果是你要立 我们就简单摆一个变化图 这黑旗是简单一靠 当然它可以先不走 先靠 也是 这边应该没有什么 这叫一般沾 局部已经做过了 所以说黑旗要触底起来 是非常非常容易 是 但就因为黑旗现在变化比较多 选择比较多 可以选择直接搬进来 打结的手段 也是可以的 黑旗是这边先飞 先制造一点头绪 先飞这个 那么呢 杨丽星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如果你要冲的话 它马上就应该搬进去了 再搬这个 对 你如果要开结 对吧 打 踢 这个冲 刚好顺势 顺势的结彩 对 这地方 黑旗要打结的话 白旗就很难过了 这地方 退不了了 你要退 再打 被它一提 黑旗活干净了 关键你还得走 不走这一跳 不走一搬 白旗想它没活 而且白旗这个地方 如果说立的话 这个截材就更没法打了 在地的黑旗可以开截 上面的拐还是截材 对 这就更没法打了 对 这是黑旗的一个 当然黑旗的理想图了 金字熙在 就状态再不好 或者怎样的话 他 人家肯定也不会这么 不会这么容易被击溃 对 就是给黑旗这一飞 是给白旗下了一个套 射了一个陷阱 白旗这边先一压 对 黑旗扳 然后白旗再扳 黑旗就长 现在白旗只要这一冲 黑旗随时就要扳这个 整体感觉 黑旗还是旗行下的挺顺的 对 就是白旗这边要杀不了 或者是攻击 没有什么得力的地方 这边这一系列压 这是没有用的 其实是很落空的 而黑旗的往外走到这边 其实对它这边是非常有影响 而且我们看到黑旗不管怎么样 这边还是得到了一些实力的 对 这个地方肯定是不能轻易的 让黑旗来脱身 现在如果要搬的话 那白旗肯定要开旗 再长的话 它可能 白旗就 可能会脱箱 因为这个开旗被它沾了 是对于黑旗来说 它损失也很大 黑旗搬这个 它还是搬了 如果 白旗还是没敢 没敢开 如果开节的话 黑旗会不会有直接用这个来找结材 可能白旗是不会担心这个 直接断上来 这个断好像很严密 断白旗必须得硬 如果长的话 可能黑旗白旗会脱箱 这断好像不硬的话 被一贴 好像死了 如果长的话白旗脱箱 断断它可以冲这个 对对对 这能打出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 直接打 对我们这个就打不打就无所谓了 这个断直先手 那肯定应该先打一下 它可以冲这个 这里是个假伤活 对对对 这里伤活 但是下面黑就死掉了 里身外熟了 所以说 但是确实黑旗 好像开节的话 直接可以断就找结材 这个就很 这个断很严密 断白旗必须要硬 最重要是白硬完之后 里边的结材 现在 还是有 现在状况是这样的 就是黑旗走完以后 白旗立 黑旗既然可以打 那这边还有结材 还有一枚结材 白旗正好差一个结 是 起 这些好像是 可以断一下 是个硬手啥的 制造结材 就是在贴 对 先制造一枚 断是先手还是后手 如果你要打在这里 那将来这个头就软 白旗肯定便宜了 如果打在这里 它将来立下来 应该就是会结材 我不知道 这个不知道是先手还是后手 这个断 挺奇特的 这个断 这断可能下不出来 断万一黑旗跳到下面 直接不这儿了 对 是 好 我们来看 就是黑旗现在依然可以搬 然后白旗搬 打结的话有个断的结材 那就黑白旗是没有办法 对 然后黑旗靠 嗯 这个是形状 在这种飞的 这种飞的形状的时候 这个靠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选点 如果你飞的话 它一挡上来 你只能冲着挡上 嗯 靠的话 你退的话 它可以搬 多走掉一个 这边对眼形还是有有差别的 是 对 然后其实 搬 那么呢 简单了 现在一接就做活了 但是你打一个也没关系 对啊 它现在先搬一下 它有好处啊 它这个在做结的时候 马上就要提了 嗯 先提 先提 哎 靠了一个 这个只能相信 相信他们对局者 靠完是准备断这个是吧 嗯 如果直接断的话 是争死不利 会被白旗争死 对 那靠到一下 白旗如果沾 哎 它不沾也不行吧 好像 你走别的 它这一冲就 全部冲出去了 是 只能沾上 挡也不行 挡这个断就更远 还是有断 只能接住 嗯 将来黑旗应该是准备断吧 但是断完之前 应该先提一手 但是这个 这个断 白旗只能长 断 白旗长吗 对 白旗如果长怎么办 嗯 如果走这里 是吧 嗯 不走的话 它准备跳这个 这边准备冲 白旗是不是还可以先加一手 这看有点复杂 这黑的不见得行 我觉得 对 加粘上 白旗这边冲 对对对 这块就据不齐 这块已经死了 然后你 你只能在这边想办法 是 那这边 是 这不好说了 这个白旗 黑旗感觉有点危险 这个很 应该没有把握呀 嗯 实战黑旗是 先贴了一手 这个时候 对 先贴了一个 这还是要准备断吧 嗯 就比如说 今天如果人家藏这个 这个时候应该可以断了 你还是得断 因为你冲这个的话 它一般 好像反而 断就没有了 反而断不了了 断不了了 嗯 那这个时候还是得断 还是得先断 可是 断的黑 这个时候白退 黑旗可以冲回来 嗯 是的 是的 嗯 如果退 它就冲那个 嗯 这应该是黑旗的 黑旗的意思了 嗯 对 嗯 白旗就是不能不能走这边是吧 嗯 白旗不能走这边 白旗如果如果说搬在这里 嗯 把这个断 或者接这里 搬这个把这个都去掉吧 嗯 如果说要走别的 它会不会 哦 哎呀 嗯 嗯 这个 这个 就会不会有这种招法 刘老师您是为了封锁 还是为了吃齐 为了吃齐 吃齐啊 对 哦 刘老师力量也很大 我们再看看 嗯 断呢 断 比如说我就往外面藏 嗯 这个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挤啊 你打的时候我在挤 或者是打的时候我藏 反正就打完 我觉得要断你嘛 这个不是好 这个好复杂的 对 但是你如果单藏的话 确实是不是有一定风险啊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白旗这个挤有先手 嗯 嗯 它往外头一封 确实有点 有点复杂 嗯 可以去搬这个吧 是不是 但是它一断 再打完 有这个 嗯 这个可能要跟你比较气 还有点关系 对对对对对 这个确实有点复杂啊 我们也不太亲 我我我反正我没有看清楚 不敢乱说 嗯 不过呢 我感觉上这个时候 呃 那黑旗这个 黑旗这个 黑旗本来是一家 肯定是能跑的啊 现在我们只能相信 那个两位棋手的计算 这个白旗没有敢选择走到这边 他应该是觉得白旗是不 还是有点危险性比较大 因为这个旗一旦吃不着的话 这盘旗就结束了 会可能吃的四分五裂的外面 不得看什么样 因为它虎的这跟这个效果也差不太多了 实战白旗选择虎 实战白旗虎一个 然后黑旗这个地方是跳 黑旗搬 好搬 刚才可能也要搬 嗯 这个地方是搬 嗯 对 这个时候就 现在因为白旗少了这颗纸 现在就没有办法再去断它的 嗯 这地方如果再断的话 黑旗是打吃 沾上 不这这这就算现在冲过来 好像也不太行吧 我把它俩吃了 我气了都不太行 嗯 对 我比如说你看样子 嗯 就简单的 简单来说就是吃到这里 它甚至还可以接触啊 都不说了 嗯 把这提了 你得跑这边 我这边还要欺负你 好像黑旗把这气了 我觉得都不行 是 把它提起来看得清楚一点 嗯 这一随便走一下 这边全是空 嗯 对对 对吧 是 嗯 这是断应该是不可以的 那么呢不能断只能放 然后黑旗护住 护住 嗯 白旗飞 不能断 做成这样 我觉得好像战线应该是拉长了 嗯 因为整体来看吧 就现在黑旗这块也没有完全活进 白旗呢也因为这现在这吃这两个就没有意义了 这两个白旗这边都在外头了 嗯 嗯 嗯 白旗这边有些莫属 然后这飞到这呢 对这有些帮助 这边呢 反正也不是受攻的一个游戏 其行 嗯 可能又回到军事的那个 差不多 对对对 感觉上 各有所得 对黑旗得到这些 嗯 应该 从形状上来说啊 我觉得双方都没有什么特别的 特别大的问题手吧 嗯 黑旗接下来跳 对这是堂堂正正的一手器 嗯 将来就是藏一个就可以威胁黑旗 白旗最快 这得拍 这得拆了 嗯 哎 没拆 白旗上面先 靠了一个 靠一个 先靠了一个 哦 这地方 确实确实 这地方不走的话 好像进去好像 还是挺严密的 这边是有一个 这个这个飞能飞进去吗 哦 飞好像有点问题 气性 飞这个啊 嗯 这个 所以的话 白旗的白旗的形状也 也很也很也很差的 这几个 是 就是我觉得白旗黑旗走在这边都可以啊 没有问题 这 你要杀起起来 这个黑旗完全不怕 这边都很厚了 你要走这边 他可以甚至再下去 下面火了 对对对对 没有问题 他反正这地方肯定是欠一手旗的 嗯 那黑旗这首戏还是挺稳健的 呃 堂堂正正吧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局面还是不错 下到这里 其实黑旗 我觉得直接进来 也不是不可以 也不是不可以 对嗯 也这地方反正也不怕 好白旗是靠这个 一起加一手白旗 嗯 嗯 那么这边还要走 因为这地方 这个形状太薄了 这随时这一跨就出去了 嗯 对啊 这白旗的这个形状太薄了 必须还得再走一手 嗯 因为不走的话 也相当于没走好 是 嗯 白旗退 哦 退在这 这块控感觉还挺可观的 呃 如果都围起来 当然还可以 但是黑旗可以进去啊 我觉得 嗯 因为这一代有先手啊 对 呃 比如说这进去以后 将来还是有个跨的一个手段 总之白旗还是有一些 有一些弱点和 嗯 一些毛病吧 可以让黑旗来利用一下 对吧 最简单的就尖冲这个 就尖冲这个 这白旗也不是特别的好为 是 白旗如果贴的话 就可以往里跳 对 哦 因为这一代黑旗都是先手 对 嗯 嗯 黑旗先 搬着夹着是谁用手的 哦 搬完之后加这个 对 就是因为这种 这个 嗯 以前做死活题的时候 我记得有个类似的这种 这种形状啊 有提醒要点 对 不过这是一个手巾 嗯 搬着夹 白旗如果打吃呢 对 就冲这边 哦 就冲出来 嗯 那就是有这样的手段啊 现在不一定成立 打吃 对 然后再冲 嗯 断 这个是一个特别有 对 就 是有胜伏手的感觉 嗯 然后黑旗是 先这边先加厚 先长了一个 嗯 嗯 哎 这边厚了 这就更 更严厉了 对 白旗得拆这个 白旗插 然后黑旗坚定 好 先顶一下 长 然后接下来接住 嗯 好 那我们就又回到了刚开始的时候说黑旗要监通这个的一个手段 那么就是无论是搬了家或者是直接点是不是也可以 还有什么靠的手段 对 就有等等这样的手段吧 白旗这边还是还是比较薄的 嗯 这个 就是说在这边有点薄的情况下白旗自己要去唯控 应该是不太可取的 嗯 你看我简单来说啊 比如说你贴这个 那么它这一跳 这已经怎么围啊 嗯 就很不好围 对 如果实在是想围的话 大概可能这手棋算是比较 比较稳健的一手棋 但是嗯 对对 而且这其实已经有毛病了 嗯 咱们且不说就这个没有毛病 这地方围围了半天我们来看看 比如将来这一间党上 这边立了一半瞻 其实它围的 木树不是很大 对 木树没有你想象到那么大 对 而且黑旗这中央有纸 纸以后 比如是这样 它就算最臭的啊 嗯 这已经这已经很臭了 嗯 这个先手 黑旗中央这边非常的有潜力 白旗的围的控是非常小的 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可取的一下吧 是 就是我们在围控的同时也要看一下 对方压缩你的同时也能有一些收获 对对对是的 然后要算总账 是的 嗯 那么呢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这种尖充啊 我觉得是好像很多骑行的都是 嗯 都是很适用的 嗯 不论是倾销也好 还是 呃 盆螺也好 嗯 就是一旦尖充 反正你往那边找 我就往那边来 对 嗯 也是一步非常让人骑手头疼的一手骑 所以金智希实战就 不知道下什么 宁愿就不下了 啊 这地方脱先了 这地方先把这两个子先沾了一 沾回来了 嗯 这两个子还是挺大 嗯 就是威胁到黑系这一块系 对 它关系到厚薄 厚薄 而且呢 它可能也 就是这个弱点呢 就相对来说 它就有间接的防护了一下 嗯 嗯 它这边 有的这个阶 比如打个简单米 这个长 呃 虽然不能说是绝对的先手 但是有先手的味道 嗯 这也挖 嗯 或者是将来这跳 还是长嘛 这形状 对 有了这颗子以后 这边就厚很多 嗯 而且 多多少少 它总是要威胁到这一块 嗯 是 我黑系往下贴 贴这 贴这个 那么呢 既然说 嘿 我觉得双方也都是这个地方 还是 还是比较有针对性的下法吧 就是 呃 白系接到这 那么呢 黑系就贴 就是你不来违控 我就去破控 嗯 嗯 因为白系自己要去违控呢 也 也不太好违 既然你把这个接了 那么呢 我就把你的控破了 也是双方也是各取所需了 就 嗯 破完控 对白系 白系是不是还得 还得往中间走啊 因为 这个下去以后啊 呃 这个当然也 也不 就可能也是后手 但是接下来这步 先手力就很大了 嗯 这还多多少少 还是有个靠段的手段 是 反正白系还是要 展示现在不怕 但是要 要警惕 对 要小心一点 因为黑系这边逐渐加厚之后 这个一旦分断 这个以外 曾经的后世 可能要变后期了 嗯 总是还是有个弱点 嗯 那么呢 就能从这个 从这个感觉上来说呢 黑白系 是不是还得 是不是还是藏这个 相似一步起 嗯 就 以这个总是有个弱点 比如说如果鸟围的话 就再飞出来 是这种 就是进一步往中间去 然后呢 同时也威胁到这块鞋 也加强了自身 嗯 嗯 不过洋子啊 嗯 这这盘鞋 就走到现在 我真的是觉得 这个 头绪还挺多的 就是 挺头疼的 倒是 鞋应该往哪里下 嗯 比如说你看这边 有个有个好点 这个震 对 那这块要为连片 也是一步大鞋 然后这边呢 该怎么下 是 头都真的很疼啊 是 当棋盘上 好点很多 需要抢地方 对 多起来的时候 反倒觉得这盘鞋 有点难下 对对 反倒抓不到头绪的感觉 对 所以说 可能是往中间下好点 就算 如果说黑鞋 就算没有这样的手段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一般的加 或者直接点 就这样的手段 也都是非常厉害的 就是你要点 点到这个挡 它走成这样 那么黑鞋中央一下就 就厚实了 对 感觉中间要成空了 非常的厚 当然最严厉的 当然是先扳 你要走这个的话 它就不走这个 它就长直线就先手了 是 你要是虎这个的时候 它就加 如果能成立的话 这个肯定是最严厉的 一个下板 但是人家这一打 冲 这样这时候就不怕你冲 白鞋可能也不会冲 这个也可以 这把白鞋给分断了 那就是不贴这个吗 直接走这个这样下 对 不贴是不是也可以 不知道 那实战的话 黑鞋贴 然后白鞋打了 吃了那颗子 白鞋现在是实战吃了 白鞋吃了那颗子 这个有这么大吗 这个我觉得 只是从感觉上 质感上说 它也肯定不是 主战场 是 它只是一部 还是很有价值的一部 一部棋 大棺子 对 但是它不设计的双方 能死活 暂时来说 但是呢 确实是这个很头疼的地方 就是在这种 这种局面下 如果你走中间 它有可能到最后 它一目起没有 有可能是完全落空的 你如果走在这里 就现实二十目来了 看得见的 摸得着的 对 确实 对 这部藏有点 后中仙的一味 就是藏在这 也许它还是个后手 黑鞋不走的话 可能不关心到 这块鞋的死活 但是对后续的下发 有很大的影响 不过不管怎么样 就是 白鞋这边走到了一个 有价值的地方 虽然它不一定是 可以说 不一定是全盘最好的一个选点 但是它还是有价值的 对 然后这样的话 实战性 是可以了 梁子 直接就过来了 对 刘老师非常推荐的两手戏 这个是 确实是之前有 有道题 类似 类似 对 而且感觉这个时候 实际已经非常成熟了 对 白鞋也只能提吧 白鞋只能提 这里面白鞋骑行 马上得补 漏洞很多 这有一个打鞋 这现在白鞋就 头就比较大了吧 对 不好办 这个我觉得白鞋骑 下到这儿肯定不太好 那就不要冲这个 不要冲这个 接下来白鞋怎么走 也确实也不好办 总之 它现在这块鞋被分断了 被分断了 那么 就显然是要遭到 黑鞋强烈的一个攻击的 如果说这个成立的话 是最严厉的一个下方 那就比直接点一个 要好很多 我就请 就是爱好者们 可以体会一下 点的时候 如果白鞋挡 你在扳 那么你是后手 跟直接扳 如果说他不能虎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扳 就是最狠 最厉害的下方 这样白鞋 如果不能虎的话 大概只能走在这儿 走到你长海鞋 对 长先手 那如果用手割的方法 如果刚才点的话 相当于这时候下这儿了 对 就这样简单看的话 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 这样 黑鞋是一个先手 黑鞋接下来也不可能走这儿了 对 这个就很厉害了 白鞋也没办法 只能活起来 这实在 无法再屈辱的团 就真的白鞋这死了 也要呼起来 这个时候没办法 是 可能杨定鞋也担心 这个看不太清楚 实战黑鞋是走了这首棋 正在这儿 它也没有往中间走 就是双方 确实是 可能中间这个 怎么说呢 高者在负 在中间怎么定型 确实是对 对人类骑手来说 是确实困难了一些 是 就怎么样最好 确实是很难 感觉黑鞋是不是 以不太忍心交换 他这边 总觉得白鞋还有毛病 对 但是走完 白鞋要往中间走了 就刚才白鞋打车的时候 就经常往中间走了 不过这中间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就挺大的困惑的 就是你有可能走完以后 将来就成了 那个架子不大的一个地方 但是呢 你不走 明显这里就是有漏洞 就是 而且本身就很大的一个地方 看起来 还是很像那种困惑 是 然后白鞋 走 在这儿 抢到了中间那手鞋 这个质感上不如单场 质感上 这个走完后 首先没有挖断 对 而且 自身的骑行有一些问题 而且还是有这个使断 它没有防处 如果说白鞋黑鞋没有毛病的话 还是靠完了架 对 这个白鞋怎么办 现在还不同的是 如果你顶持这个 它冲过来 你骑的时候 它不见得会打折 它可能斧到这边 斧到这边就确保 你看 它这有线索 这边还有线索 最简单的 这拐肯定是线索了 对 那么这边跳也是线索 不然你这个 这块鞋要死 就黑鞋这块鞋是很厚的 这块鞋 这块鞋其实就算提了一个死 也没有活 对 就多了这个死 多了一个这个 只要黑鞋不怕这个冲断就行 这样白鞋依然是被分断了 你觉得 是吧 是 我不太清楚 从这形状上来说 这个也不太像好鞋 它有漏洞 而且 而且将来你再藏 这因为你挖不断 再藏的话 黑鞋这一虎 它又变成了线索了 就黑鞋的下法还是挺多的 就如果你单藏 保留这个挖的手段 当然你要走的话 白鞋绝不会往这走了 也许可能还是直接藏一个会 就步伐慢一点 可能是不是会好一些 是 然后黑鞋是管这个 对 我知道了 金智希就不准麦大 其实想威胁这边 一起跟着藏 一起飞 这其实真的是 黑鞋就是把鞋退回来 我觉得这其实真的是 要好像要多累利的 一半棋了最后 是 就从进程上来看 可能会 就到最后会下的是一半戏棋 就可能 在这当中 黑鞋有很多选择 还是跟杨鼎心 个人的棋风有些关系 如果换一位棋手 就是可能攻杀型的 可能就直接就过了 就直接就走了 直接就冲击白鞋了 对 这般其实就是 反正我觉得 至少就是到现在为止 就是杨鼎心是 对自己的实力 就是还有水平 还有他棋风 好像是表现的还是挺 挺零零静致的吧 对 但是相反的是金智希 这可能现在 可能局势应该 我觉得还是 一个两分的局面 我从质感上来说 但是金智希好像有些 有些地方就不太像 他平时的一些 一些棋风的表现 有点束手束脚 对 就是有点前后不太连贯 就是刚开始 他选择战斗后 突然又缩回去 比如说这种 打完 走完以后 又开始放 放完以后 又开始 类似这种棋 对 好像 收大关子 又有点想 但是跟他开始就想 发生战斗不太一样 一会儿又想战斗 一会儿又想慢慢下 然后看后半盘 似乎显得有一点矛盾 是 发挥的状态不太好 好 这里下到中盘的时候 现在应该局面 对 还是比较焦准的 后半盘 也是一个比拼内力的棋 对 我们先稍事休息 一会儿回来 再为您带来后半盘的讲解 一会儿见 好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 农心杯的第四局的比赛 刚刚休息之前的最后一首棋是 白棋是 对 对 退的一首 对 这个时候 我觉得这盘棋 就是刚才我们在 之前也说了 就是静止息的表现 虽然现在我觉得 其实还是难分难解的 一个状态 但是从静止息的表现 稍稍会有些矛盾 我个人感觉 跟他之前的成绩有关联 就是我印象中 就是前几天 在北京进行的 孟百合杯的时候 他是跟 金智希是跟 我想想是跟哪位中国棋手 有点不太 跟谢尔豪 跟谢尔豪那盘棋 本来的形势是 还是不错的 突然之间 两步棋之类 就一下就崩盘了 我觉得这个对他 造成了很大的 一个心理压力 也可能会对 棋手的信心 也是有所伤害的 就是从这盘棋的表现来看 他肯定也想 尽快地证明一下 自己的实力 我们金智希肯定是 非常有实力的 一个棋手 可能感觉上 现在劝缺一点信心了 但确实比赛就是这样 尤其是像这么重要的比赛 技术是一方面 有的时候临场的发挥和心态 也会影响他一个技术上的改变 对 而且就相对来说 杨顶心虽然这盘棋线 还是很难说 但杨顶心 我觉得是完全的 发挥出自己的实力了 现在 而且杨顶心的优势 就是在于他的心理 就是状况特别好 就是心态非常好 就是无论什么比赛 而且他今年也刚刚 拿了世界冠军 除了一个世界冠军 还拿了一个三星杯的世界亚军 就是一贯一亚 可以说是今年的世界比赛 成绩最好的一个人 也是可以这么说 是 也是一位风头正进的年轻的棋手 因为杨顶心是98年出生 年纪也非常小 也是中国很年轻的世界冠军 对 就话说回来 而且这是杨顶心 第一次参加中国这三个位置列台赛 那么你看在他第一次参加 就充当了先锋 有个笑话 就是前三届 就是前面三届 都是范廷宇来当先锋 然后获得了很非常 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成绩 这次就今年 中国队说 不能让他再让他当先锋了 不让他再出风头了 对 不能让他再出风头 给别人点机会 那么杨顶心可以说 也不负众望嘛 现在取得二连胜 如果这番机再赢的话 他就获得了三连胜 就是获得连胜奖 是 那么 农心碑的连胜奖 就是传统上是有一个 丰厚的奖金 是的 除了那个冠军奖军 很是五亿韩元 那么因为是团体赛 可以说是最 现在围棋界世界比赛里面 最丰厚的一个奖金 奖金最高的一个比赛 因为它是团体赛 五亿韩元 基本上可以相当于 接近三百万左右吧 三百万左右的人民币 除了这一点之外 还有三连胜 应该是还有连胜奖 三连胜是 额外付加一千万韩元 如果你后面在四连胜 再加一千万韩元 再加 就是叠加上去 叠加 而且这个是 这个连胜奖是给 那个连胜的起手的 给他个人的奖金 给他个人的 对 所以对杨顶心来说 还是比较关键的一盘棋 是 好 我们现在看 现在白棋这一长 下部就不用说了 就准备挖断了 就看黑棋你要怎么补 黑棋刚才 我们修宇之前 如老师也是推荐 这首棋是火在这 没有 刚才我是说 单长的时候 如果黑棋用了 搬加了手段以后 在打的时候 提完后 就不要再打 因为他有多了一个子 那么这时候 这部尖 显然就是可以 获得一个线索 实战 黑棋就直接尖在了 对 这个白棋 必须要补断 就是 毋庸置疑 现在黑棋 黑棋小尖 对 强自身 因为这个尖完以后 唯一不好 就将来 白棋这个弯 还是一个线索 那么黑棋 间在这里 一方面防止这个弯 一方面威胁到 这块的白棋 那么将来 白棋如果弯 黑棋千万不要接 团这 所以这个冲断 对黑棋来说 其实是不担心的 是 黑棋这首棋走完之后 局部白棋还要 对 现在白棋就要忙 这块的死搏问题了 就算能火的话 黑棋通过压缩 白棋之力 也是能获得一些 关的上的便宜 对 这接下来就是看是 获得什么样的便宜 因为这个 黑棋如果说 能把白棋封到里头 让白棋在下面 自己忙活 比如说搬街 那么对黑棋来说 当然是非常高兴的 一件事情 然后中间再走 这块棋 打个比方 如果你无论在下面 和黑棋 就是这边来一手 看起来就好像好大 这个要一围起来 就不得了了 有冲断的话 黑棋这边倒是可以 对这个飞应该是先手 对这边飞 这边点 好像都是先手 这个冲断的 应该是不担心的 而且可以往下去 是 就是如果走到这样的话 白棋再进来的话 这个白棋 这个风险就非常大 所以白棋现在不能单纯的考虑 就自己在下面做活的问题 那么就要这样的话 就要落下风了 一定要想办法要突围 黑棋既然不止卖得这么大 从低感来说 这个穿向眼 就是要先考虑的 白棋先穿向眼 小金 黑棋是翻毡 这里白棋穿向眼的话 如果黑棋跟着硬 比如说把这个还是继续封住 白棋封住 那么就最简单的下法 就是白棋这里冲了一点 白棋就冲一下 就比较简单的 这时候黑棋如果要 就是再继续走 它有可能会落后走 但是不继续走 这地方实力也很大 就是那么白棋 相对来说 就是你就算围了 它将来如果抢了这 那还是可以收官的 这个棋型也是一个 比较常见的经典棋型 就是当白棋这边有子的时候 有个点三三 对 就是大家就记住这个形状 就是冲 甚至于说 如果这都没有 就是以前这靠了点三三 在增值有力的前期下 当然这边也有差了 那么也是一个 很强有力的一个手段 你要团的话 它直接就断进来 你针的话它可以跑 那么这个战斗 是白棋也是可以 就当白棋这半边 没有后顾之忧的时候 这个脚上是很有力量的 一个手机 对也是 那么现在多了这步间 黑棋再来的话 白棋再冲了点 就更不用担心 对 这个时候冲了再点的话 黑棋就只能有一种选择 就是粘在底下 对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做粘了 如果说走在这的话 因为这边黑棋还可以 白棋还先做几个 就是斑将底子后什么 这样一斑 这里边的 就是从纯局部上说 如果这边都有线索 都可以做在这里立 这样现在不走也可以 就是局部来说 黑棋是应该是要有问题的 好我们来看 接下来做黑棋作业 白棋就简单拐一次 然后再立下来 这样那么呢 就是杀器呢 是黑棋插一器 对断的话 白棋就弯一个也行 不然黑棋尝气 先打一下 那就打一下 这也是白棋的异响度 所以白棋小筋的时候 黑棋抢先 把底下这个斑粘给抢了 黑棋这个斑粘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手段 这个一方面呢 你看它这样的拐线手 这边有个断 而且呢 至少呢 把白棋这下面的眼形 已经给破了 当然了 黑棋这个斑粘 也是获得了一些脚上的实地 就是唯一的 就是白棋肯定要出去 出去呢 黑棋这边的大孔 自然而然也就没有了 就从正常的情况上来说 如果说白棋是贴出去 走一走走一走 然后把这个断点护住 因为如果说被黑棋这么吃掉 先手吃的话 那肯定是受不了 把这个护住的话 它可能还有个眼形 然后再冲到黑棋的包围圈里的 这样进行的话 应该是 还是一个很难说的一个形状 白棋也没办法吧 只能冲出去 只能贴 这部斑粘特别大 它不光是棺子大 对后保也影响很大 然后黑棋是 实战是跳一个 跳 跳 这部长河或者跳 反正意思应该都差不多了 跳在这 反正白棋这个地方一定要小心 不要被黑棋把这个给先手给断了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先手 你要不这边不防范的话 将来黑棋这一段 没膝下了 你尖一个也没关系 它就打掉 还要冲 要挤 就如果你走这 它就跑 你还在打 黑棋先手把这个吃了 而且白棋 什么都没有 没有眼 对 眼睛也没有 木树也没有 这个就太痛苦了 白棋一定要注意这个 对 黑棋跳 把我白棋挖 这个跳了挖 也算是正常的 是不能断吗 这有 不要先拐一下 这个断现在 断 它是担心 不成立吗 就不知道 断它可能是不是非这个 黑棋 如果打掉的话 它就 做这个 它就 白棋获得先手 对 这样白棋获得先手 暂时还不用怕 对 这现在暂时还不用怕 就白棋这个挖 它其实是有作用的 一方面出头 一方面也 间接的 来防 防着黑棋这个段 这个 黑棋先冲了一下 这个是黑棋的 绝对先手 接下来 如果黑棋想要攻击的话 还是得把 或者就 如果不要攻击的话 就走到外面 嗯 有了这颗纸的话 下面啊 黑棋是 黑棋有个铁眼 嗯 是 是铁眼吧 冲了一半 好像是个 打截眼吗 立在这里 暴力在这 对应该是个铁眼 没有问题 暴力在这 暴力在这 对吧 这个下面有 有一个铁眼 那么呢 就 换句话说 就是上面 只要有一只眼 黑棋这块棋 就已经 肯定活干净了 对 嗯 那虎到这里 基本上没有问题了 是 但这样白棋 的话 呃 白棋在顺势 靠下来 往这个方向 行骑的话 对 再断 对 所以白棋 还有个断点 嗯 嗯 主任这样的话 就是一盘 可以说是拼类力的铁了 是 嗯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木数啊 就是 这边就是 这就 十一木铁 嗯 这边就算它两木嘛 十三木 嗯 四五就说 十二木 看得见了 二十五木 当然这还有了 就是全盘三十木 白棋全盘三十木 嗯 黑棋这边走完后 这边 十四 也算做个七十八 这边不到二十木 这有十来木 也是三十多木 这边有几木 白棋刚才是三三十木 就是因为这边白棋的后市 也都算上啊 嗯 白棋三十木 现在黑棋大概有四十木 嗯 那么呢 就还有一些后市 和一些潜在的 一些一些暗藏的一些木数 那么呢 其实还是一盘 还是非常细微的 对 因为白棋这上面 还是有一些浅力 还要看后半盘 怎么收束 这一大棋 黑棋还是有一点薄 对 上面 嗯 就是说如果说黑棋好 也可能说是 也是非常有限的 嗯 好的非常有限 还是比较顺常吧 这个断点 还是要防护一下 嗯 黑棋实际上是 粘在了这 啊 粘在了这 这就很明显 其他时候就准备了 他可能有两个考虑 一个是 你要是这个断 还有粘在这 有无形当中 把这个断点 对 把这个断也防住了 嗯 那么呢 正常来说 白棋要 要去防止这个 这个断点 这断太大了 嗯 这不光有木数 是 嗯 还有眼形啊 对这个 还有厚薄 这线索太大了 对 这走到这的话 还 多多少少 还威胁到这块棋的眼形 嗯 走在这的话 将来 黑棋 如果说 如果加进来的话 加进来 这里边 加进来 因为如果白棋立 黑棋冲完了 可以顶 嗯 是 如果挡的话 那么里边 还是没有眼 嗯 嗯 嗯 你现在加吗 现在加它可能就挡上了 嗯 现在现在 现在 现在 现在肯定不能加吧 现在不能加 对 现在不能加 加挡上 以后有一个加的手段 对 那么呢 就是那白棋 只要出去就行了 是 现在就正常来说 黑棋 白棋把这个防住 黑棋现在断点 这倒是暂时不用护了 那么得护住 白棋要靠下来的手段 嗯 只能跳这个 对 对吧 黑棋 白棋这飞出来 下手要断 嗯 嗯 正常来走这个 这时候可以挡吧 嗯 冲断的话 它这有个靠 应该是问题不大 嗯 这个冲断 应该是不能不能冲断 嗯 给打一手 就往下一靠 应该是要出事 你看 就在这一挖 嗯 哇 利 这是 利打 这个间 好像 应该是黑的不太行 嗯 嗯 那就沾上 对啊 白棋这个奖上还没合 对对对 对 这样子这就不跳 好像就一泄就 可以结束了 一泄就结束了 嗯 这边还有个跳 嗯 对 那么呢 黑棋 白棋贴下来 如果说走成这样子啊 是应该可以 可以预见得到吧 基本上双方都 没有什么可以下的地方 嗯 白棋飞这个 防止这个断点 黑棋呢 现在要 要防到白棋靠下来 它也不能走别的 只能走这里 然后把一些 飞出来 这也冲不断 嗯 这个因为自己要断了 只能把这个 护住它 把这些贴下来 对 走成这样的话 就跟刚才我们的判断 其实比较类似了 嗯 就是黑棋 就算是实地好一点点 可能也是非常有限的一个优势 对 还是很漫长的一排棋 很漫长 对对对 最终决定胜负的 还是得看 黑棋的这个 这块棋和白棋的这个后市 对 将来的收数怎么样 对对对 嗯 因为现在这个棋子还是 这块棋基本死活 白棋挡下来 这个死活没关系 将来这一并 也是局部也是活的 手一手也活 对 嗯 走成这样 感觉上还是比较难解的一块棋 嗯 是 沾 实战 实战是沾 沾上 白棋没补 对 黑棋的目的应该是非常明显 就是要马上断的 对 白这个地方 可能还是补一个 补一手棋 这是这是本手 本手 对 有了这部棋 本身这个下一次就可以做活 嗯 而且这地方黑棋封不住啊 白棋不用担心 对 大家可以瞄着这块棋 虽然说这块棋 黑棋没有性命之忧 嗯 但是在这个形成的过程当中 它还是会受到一些压力 对对 白棋直接靠下来了 对白棋是靠在这儿 然后黑棋直接断了 哎呀 都没有给白棋机会 我觉得 嗯 这个被先手割掉的话 好像黑棋的目鼠一下就领先了 对 这个太大了 嗯 白棋好像没有任何的反抗 走别的没有用 煎它吃 一样 就不说要挤断了啊 嗯 这个还是个先手吃 对先手吃 吃完后你还得不断 对 走这个就更不用说了 它马上可以跑出来 嗯 没有办法了 只能吃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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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结束 啊这个白棋太痛苦了 对 就是我想那个就是在 就是咱们棋友们其实可以品味一下 如果当你是拿白棋 被黑棋这么先手这么收刮 其实这个心情最 就白方来说 这个心情是非常非常难受的 很心痛 很心痛 就是 就是 现在我也不太明白啊 就是 为什么金智希 不防 不防止这个呢 是 就如果说刚 刚才 白棋飞 然后那个变化 如果说还是一个两分 那个局限 黑棋就算一点点优势 也是很小的 那个局面的话 那么呢 现在白棋靠 黑棋把这先手割下来 这就是毋庸子 现在黑棋肯定是优势了 然后黑棋是 关键是 现在这个局限 本来白棋走完 下面是可以做活的 现在是一个眼都没有了 对 对 这一大块棋这么长 对 这么长一只眼都没有 就是如果说在 呃 外面有手非常大的棋 然后让黑棋先手这么 收刮一下就算 就走完后自己 也很舒服 然后也活了 然后加墓水也很多 那么这个不用说 但是现在这靠完以后 被黑棋搬 白棋依然还是很头疼 是 而且有一块孤棋 就算将来黑棋 可能吃不到白棋 但是通过宫棋 它旁边的棋 如果加厚的话 也是会 这个带来一些影响的 因为黑棋这边本来 刚才我们摆那个图 这边有点薄 对收束还有影响 对 而且本身是墓树 实在是太大 对墓树很心痛 这个墓树是很大 先手好头目啊 这个 这个确实 从这部棋可以看出来 其实 虽然金时期 我觉得前面可能看起来 略微有些矛盾的话 但是还并没有说 好像出太多的 那个不可思议的招法 那是没有 还是比较在正常范畴里头吧 但是这部棋就一定是 应该是 不是他的水平吧 应该是 还是有心理 有一些失误 对 但是也有一句话 就是说 是对手给他造成的压力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到现在为止 就是杨顶金其实下的 还是很好 全盘到现在 我觉得几乎没有一手问题 而且是充分发挥了 自己的实力了 那么在这种条件下 当然金时期下的也不错 虽然说 我们只是说 他不太像他的棋风 但是他的选择 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并不是说完全不行的 就是在这种全体下 杨顶金每不及的 给金时期造成了一些压力 到这个时候 他可能真的是压力 沉处不住了 对 这首棋确实也可能会反映出 他就是对异的一些心态 对 这一盘棋呢 有一些被动 然后需要可能走一些 更为主动的下法 积极下法 但是这个下法 下法可能会带来 这个局面更加不利 对 好 我们先来看 现在杨顶金 很舒服的先手 把这个子吃掉以后 然后继续搬 然后来威胁白棋 然后白棋断 靠断 白棋断 先吃一下 先吃一下会cream 这只能接了 这个翻出来被一提 因为这火不了的被封进去 白棋只能接住 当然不用走这边 就把这个吃掉就完了 担心这边断 断一下 而这个时候断的话 这个时候断 黑棋是不是就 对一下 就算了 对 也许是担心这个断 这不是 对白棋 如果能先打杀一下 如果是让人家这么打的话 当然是没关系了 或者直接断 直接断 直接断 你不担心它藏出来吗 藏 藏 跳 跳一个 还是弯 这边有个挤 这个弯是先手 对 可以单挤 可以单挤 单挤 黑棋使人让它吃三个 吃三个再杀气 那就说不清楚了 是 这确实有点看不太清楚 对 那两里金还是对的 我觉得这 只能打着一下 好像总没有溃的道理 其实打完以后 多了这个指法 这个断反而存立了 而且白棋打吃 如果蒸吃的话 黑棋会跑吗 这个地方 不会跑 不会跑 那就也不见得便宜 就是如果黑棋 本来是这样的话 现在可以看到 白棋这一断吃 这个是跑不了了 那么 如果说这个没有交换 成这样的形状 打吃的时候 黑棋可以跑 白棋是吃不掉 是这个断不成立 暂时还不成立 就是我们把杨领心 为什么没有打 翻是这个道理 其实我刚才都没有看到 可以白棋可以断这个 就是从那个 好像从职业的感觉来说 先打招一下 再把它吃的 好像总是便宜的 先把它齐形打难看 对对对 打重一点 都是一种感觉 好 现在打吃 可以说 让领心在优势局面下 那没有必要 就直接把这个子给吃掉 那么白棋现在 这个断是不能断的 就正常来说 它这本也只能虎在这里了 其他的形状好像 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形状 虎的话 它担心是不是将来会有点呢 现在应该不怕 现在白棋黑棋这块还没有 这块还没活 还没活 暂时还不担心 等到你走的时候 再防护吧 这时候可能黑棋这个拆二 打一下拆二 拆二 总是这样 反正我觉得非金智希的本意吧 金智希靠下来 可能也是希望呢 把局面搅乱一些 对对对 但是走得这样 好像一点都不乱 是 就黑棋拆到之后 你看这边也基本活了 这个就不用说了 还得了不少木树 你这个也断不了 那么呢 最多也就是黑棋也活 白棋也活 然后再进行收盖 对 大概解释 对 而且这样进程的话 黑棋可以抢到一个宝贵的先手 因为我们看到这一代 还是公共第一代 双方都没有人下 对对对 然后这个跳是先手 然后这边拆还是挺大的 这块棋其实如果有拆边的话 最好还没有完就过干净 是 如果走成这样的话 反正我觉得黑棋就很容易掌控了 这个局势 但是好像白棋不走 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棋 对 如果说金智希不愿意这么下的话 我们来拆他的用意的话 他就是可能想走得激烈一些 把这块分段 再攻击这块 顺在自己还不能有生死问题 是 这个应该是他的用意了 我们看实战的白棋是 走在了这个位置 走这 走在了这 这个选点看起来 这个选点好像很奇特 这因为显然是留着一个穿向 对本身有一些漏洞 就是说他是不是希望黑棋虎在这里 虎在这里从局部上来说 这个应该是活干净了吧 就是走这里 对应该是活干净了 局部来说没有问题 黑棋活了 那么接下来要飞这边 他怎么防 他是要如果说照他的思路 他得分段 再回去就没有意义了 再分担这个 如果你要飞这个 他就气了 把这全杀了 我猜他的用意 就是 把这边全气 对 但是如果说黑棋 就是分而自之 这个已经活了 先刺一下 还是先走这边 我说先拆个二 不行啊 白棋 就白棋 还是得补一手气 对啊 白棋还得补 他这活起来太轻松了 嗯 我不太 那么呢 不走不分段 他能干什么呢 这边走也不像 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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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让不让 不让黑棋拆二 对 如果你打这个的话 他就拐一个 单管 对就这样 走这边的话 就翻这个 可能是这样吧 如果走这边的话 就算了 接住 还得起 对 或者走这边 就先把这边撑住 然后能间接的 威胁一下那边 就可以把局面 搅得很乱一些 对对对 他或者也下的 效率要高一些 是 就是因为走到这边 是很明显 人家要拆二 那就先走一个 把这个拆二点 不让黑棋抢到 对 走这边好像 实在是不太行 对 大概也就是 应该是这样 这个意思了 嗯 黑棋实战是地方 靠了一个 这不靠 这不靠 很严密 这不靠 就是白棋 如果往这边走 这好像黑棋是应该 准备就这么下来 直接就来了 对对对 这要吃棋了 要吃棋了 白棋冲 白棋冲 黑棋冲 指通 断 立下来 这个接住 加 立下来 那么黑棋车吗 这边就没有问题了 嗯 这边肯定就 不用说了 对 白棋锁能看的 就是中间这边 嗯 就要藏这个 嗯 这边最多也就是这个先手吧 没什么特别有用的线索 现在是什么一个形状 我走在这里的话 肯定不太行 这一家家死了 跑不了 只能顶这个 顶这个它弯这个是吧 白旗对白旗弯一个 白旗尖不好 就弯这个 黑旗把它贴 这边冲还是有几 现在首先白旗可以吃三个 这样很复杂 不知道杀气怎么样 但是看起来 这个杀气应该是一个双火 应该双火 因为白旗有眼 黑旗这个地方 黑旗也有眼 黑旗也有只眼 白旗也有只眼 而且白旗这个其实是小眼 就吃完后 黑旗就算火了 睡进去 那么局部也是个双火 如果是个双火 那么这几颗只死了 应该白的也不太行 因为白旗没有走到什么 是 对吧 白旗没有收获 对 除了这个双火之外 这个不太行吧 应该 是不是还有一个 或者是走在这儿来打结 这会不会复杂一些 可能白旗还是风险太大 对 这个结 黑旗本身结还是比较多的 而且它自己本身也有结在 现在就只要是这块 这块旗和白旗这块旗走成双火 对黑旗来说没关系 它只要自己别死就行 这只是白旗的一个 一个胜负手 对 因为现在黑旗这个变成先手了 白旗已经活不了了 那么这黑旗还可以接触 虽然黑旗打不赢还可以接触 反正白的还是不行 现在因为这个先手 白旗黑旗有眼 就是白旗要跟黑旗杀旗 显然是已经不能考虑了 那么它 除非要从这打出来吗 打黑旗就长 对 如果这样的话 当然黑旗不怕 就这块旗跟这块 白旗旗也挺长的 对 还真是 这白旗粘上 但是感觉这里 这个挖粘是先手 这点完挤完一段 白旗可以先走这边吧 白旗可以先把这个走上 如果这不走的话 这一弯这几十部大眼 啥小眼 刚才剁了这个 好像就不太行 挤 这样应该是一个大眼 杀小眼 就是没有暑气 就是这个如果说 外面气都收紧了以后 白旗是不会先提的 到最后你只有一口气 它再提 一点点进来它叫吃 这就是我们俗胜的大眼杀小眼 是 这还挺复杂 外气也挺长的 对对 好难算 这样好像还挺复杂的 这白旗是一个 就是首先我们说 在黑旗截打不赢的情况下 如果这个截本身 这些像黑旗提 白旗去哪里找截 就已经很投诚了 这已经很难找截 他说我这个是白 黑旗是想挑一个 就看得清楚的一个变化 但实际上黑旗不会这么下 是 白旗还是有风险 挺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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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风险 不过好像白旗也没办法了 对 对于白旗来说 能把局面搅乱 就已经很成功了 对对对 而且这个农心碑的比赛 因为赛制的关系 它是每方一个小时 它是偏快旗 那么下到这的时候 我想可能两位 其实已经可能开独秒了 在独秒阶段的话 偶然性就会更加大一些 是 而且每一手起 应该在一分钟之内要完成 是 我们是摆了一个变化 就是走成这样 基本上双方都是 没有什么变化 白旗这时候长 黑旗应该 好像也就是这样 也就只能顶 走别的都不太行 要收住这口气 白旗这边如果 它不交换这个 因为将来 就是这一代都是先手 会有转换的功能吗 那它要这个尖先手 要尖先手 要打结 如果你不交换这个的话 你走完它再压过去 那么黑旗这有先手 那白旗就没有眼型了 这没有先手 那杀起杀不赢了吧 应该 如果转换呢 这个大型转换 转换 吃这边 吃这边 这个胃口是有点太好 胃口有点好 好像很难吃 是是是 胃口有点好 但是也是一种选择 在独秒声中的话 对 我们来看看 它是什么选择 实战 实战 它是这样的形状 黑旗长 就白旗 黑旗靠的时候 白旗长了 这个黑旗马上就飞下来了 就是杨顶欣 真的是毫不手软 然后白旗打 切束 切束 哎呦 白旗真的是 照着你的思路来了 哦 就准备要杀这边了 是那边 哎 如果说真的 这块死光 然后杀这边 这还真的还不一定 这个好量也非常大 对 就是因为 虽然纸没有这边多 但是它虚控很多 全是虚控 就是从直观上 真的很难判断 谁更大一些 但可能鼠目会鼠出来 是 好 那么这个肯定就是 这就不用说了 现在 白旗肯定要把它夹死 其实跳 现在白旗肯定也不能再走这边了 这就没有用 这过来以后 这边要活 只能按照你的思路来跳 我白旗这边先冲了一下 这个 这个冲是 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打僵吧 我觉得是 或者是 冲 如果你打 它这有两个线手 对 有两个线手 除了这个长 还有这个打 还有这个打 都是线手 但是呢 黑旗不用走这边 黑旗可以走这儿 就像它的线手 无法得到两个线手 嗯 现在说你扳 它就吃掉 那么呢 黑 现在白旗最多只有一个线手 当然黑旗这个扳也没有用 扳它就单扳 对 一个断不进去 断它叫吃 就粘不上 切不归 对 就千万不要去打这个 打这个它一提 反而会有毛病 白旗可以单扳这个 嗯 但是黑旗这个成为了绝对的线手 对吧 打完后 它要搬这个 也不光是在打僵了 还给黑旗稍稍的设了一个小圈套 当然 讲你已经是不会上当了 你已经是走在这 搬上了 嗯 搬这个 搬了一下 跳 这个完全就是按照 洋指的那个设计来进行了 好 现在这边都没有线手了 这个太困难了 这个是不是能这么杀 这么杀 一飞刺 飞刺先手 飞刺是先手 嗯 这怎么顶 顶完我这个打也先手 对那这边已经有一个眼 一只眼 啊 他就把冲这个是吧 对 确实很难杀 这个跳都是先手 跳完长都是先手 对 嗯 打掉 这边这个是黑系的先手 先还是先手一只眼 对 先手一只眼 这黑系 跳一个 先手 对 是先手 然后退还是先手 好 白系长 只能长这个 嗯 白系长在这儿 他就一个个贴 好像就很难杀了 对 嗯 当然这边可以先贴这个 对 诶 他可以走这边 跳这个 我跳这个先 跳白系挡 挡他地 好像这个黑系的下法比较多 对 刚才那个首先已经西户 基本就很难杀了 嗯 这还可以下去 对 这一代 最重要的是白系 其实自身也不是很厚 对 这块西其实也没活呢 对 白实战是走了这个 飞到这边 飞在这儿 飞在这儿 他觉得可能 他觉得这个没关系 这个你又不是眼形 对 防止这个黑系刺这个 这个也是对的 我觉得 这么杀应该更好一些 嗯 然后黑系这个地方是飞 飞 实战是飞的 如果直接跳的话 跳他 白系就双上 跳完之后 接下来黑就很难下了 嗯 我们直线四位就感觉 这个火旗应该往下走 走完之后 接下来就不知道该下什么了 如果拆二的话 这旗应好像自身也有些问题 对 但是至少底下一般就是 对 黑系是有眼形 但是一下要瞪出两个眼 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嗯 如果说这个地方飞是先手 当然是非常好的 对 但是我质感上啊 这些好像白系就算把黑系全杀了 是不是也不够啊 只要黑系这边获得一些便宜 就可以了 刘老师您帮我们点点木吧 哦 这个木太难点了 大概还挺好奇的 这这两块如果真全杀 到底谁赢了 嗯 我觉得只要黑系把这个半战变成先手 应该黑系 还是黑系 其实并不多 这个大飞一下 来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简单这么一大飞 嗯 走完后 你看这火全是先手 打完接全是先手 嗯 压缩一下 对 你你只能走这个 对吧 就是如果说真的是死光了啊 嗯 我顶 你就打打一下也不便宜了 反正你走完后我就提 你还得沾回去 后手缩回来 然后这木数来说并不大 我只敢上这样 就算这样 应该还是白斜不行 白斜不行 嗯 嗯 何况这地方要刷的话 它应该是 可能是只能走这儿 嗯 走这儿的话 它底下搬一个 是底下搬了 接住 嗯 嗯 走 不太知道啊 这个 其实黑斜的目的 就是想获得一些便宜 那它这个有先手 嗯 你只能走这儿 现在白斜肯定是不能 什么地方都不能走 就是这一间 或者这一跳 这个地还先手 太难吃了 这太难吃了 这其实还有好多好多借用啊 对 这这全是先手 好多借用 靠啊什么的 碰 就算将来啊 它这有个先手啊 我们最简单的 然后我接这个 你这个眼怎么破 都不好破了 只能冲这个 冲这个它接住 你只能冲这个 它就靠下来 这能获得好多便宜呢 对 对 猜不了 我觉得 太难 但是可能也没有办法 刹不来也只能刹了 硬的头皮刹 对 硬的头皮刹 可能可能 只能吃这么啥 双一个 嗯 双白 黑析就拆个二 对 就行 拆个二就行 拆二就行 拆二就很难了 对吧 白棋吃后边这个尾巴不够 比如说白棋如果点在这 哦 那它不用考虑 这黑析都不用理它了 对对对对 吃到下面吃到下面不够 就是我们说假如说这样啊 就将来就黑析加了一爬回来 都是全是关子便宜 嗯 首先它也也不太好刹 对 它当然不用走这个 它还可以走这边 这个确实不容易 嗯 白棋吃起来可以走下面 呃 退一万步就是全死了 我觉得白棋也不行 好 我们来看看最后的这几 几手棋吧 嗯 白棋走在这里 这个 这个 对黑起来说它就比较简单了 嗯 要不是这个 就跳一下 跳一个 这是它的线索 呃 呃 但 就是如果说 局部就地做活呢 确实有点困难了 嗯 比如说要靠这个 结束 那你局部本身是要做两个眼 现在不是 不太容易了 嗯 但是呢 就是两点心非这样 当然有它 呃 有些必然的一些东西 嗯 那冲这个 冲 冲 冲 白棋拐 断 哎 对不起 发现黑棋是成立的 呃 呃 那么呢 如果说 黑棋呢 白棋想要 跑这三个 首先我们看这边 煎这个 嗯 煎这个 哦 那么黑棋可以先立下 一冲就死了吧 对 它可以冲进 嗯 就冲一下 就简单的话 这就已经跑不了了 嗯 你往这边也没有用 这就煎这个 煎一个 那现在还可以先断吃啊 对 贴的时候 黑棋如果要简明一点 对 就先断吃掉 先吃掉 先走掉 先吃掉 再剪 这白棋一样是跑不了 嗯 所以说在冲断的时候 白棋想要 跑这几颗纸呢 它唯一的发现是只能拐这个 拐 那黑棋 吃虾面 也可以吃虾面吧 哦 拐车滚一下就可以了 哦 再剃一个 吃这个早上最看不太清楚啊 就立吧 可以冲反而看不太清楚啊 就立吧 就立 立 因为你现在要走这个 它挡上是跟那个刚才效果一样 嗯 它只能挡这个 那么呢 其实我要顶这个也要活也可以活了 但是呢 可以活更大一些 这个局部已经火了 局部已经火了 我来给他加 你加这个 我给黑棋这个弯这个先手 走回去 黑棋的局部啊 就是 咱们就不要说这个一出来是怎么回事 对 这局部来说 黑棋这个局部已经火了 局部已经弯 是 已经是活干净了 实际上这边黑棋如果能掀出来的话 我感觉这边还是油眼的 对 就是真的底下活不了 嗯 是 那么呢 就是说现在 白棋如果就算是打掉这个 打掉这个呢 这三个是跑不了的 我们刚才说了 那就现在更就更没法杀了 你得揭这个 揭这个 就算是说这边没有眼型 将来这党还有眼味 嗯 这个 现在说 下面还有眼 现在这样的话 白棋也是不行的 所以在 黑棋冲断的时候呢 这时候是应该是149首 对 嗯 那个 静智希就认输了 是 那么呢 我们当然首先得要 恭喜杨鼎欣获得三连胜 获得了三连胜 嗯 也 也获得了那个 连胜奖 对 连胜奖 那么呢 就是从这番棋来说啊 我觉得杨鼎欣是当主委会的一盘 完胜 嗯 嗯 全局 我觉得 没有一部问题是 嗯 就下的是 完美的发挥 完美的发挥 对 下的非常好 嗯 相反呢 就是 金智希来说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其实呢 我们现在 就是中国的 成绩啊 就是可以说全面的压倒了 早就 早就成了压倒韩国 嗯 韩国现在 能威胁到咱们的 基本就是 朴廷环和申真旭两个人 嗯 我们也希望呢 就是 金智希早早的把状态恢复过来 嗯 就是多了几个 多几个竞争呢 也也有 有助于大家的共同进步 是 这个可以让我们的 比赛 也更加精彩 对 会有更好看点 是的 嗯 嗯 进来的 进来的比赛吧 就世界比赛 是 嗯 就是 就是 比如说八强 嗯 或者十六强的时候 嗯 中国棋手的席位 已经占据了大半江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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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些盘棋 我们刚才说了就 嗯 杨立新获得一盘当之无愧的完胜 呃 金智希 其实前面也下得也还都不错 嗯 只是到最后呢 最后的败招 我觉得就是这不靠 被黑棋车先锁一断 一下局势一下就恶化 是 后来呢就 就开始拼命了 当然这个拼命对于 杨立新来说 都是很轻松的就应付过去了 对 嗯 对 应该是到最后 心态有有所失衡吧 嗯 那么呢就是杨立新 呃 希望就下 这个第一阶段在北京的四盘棋 就已经结束了 嗯 呃 我们也希望他的副子 反定义去年的七年盛的 是 甚至九年盛 就是一个 扫光的看看能不能实现这个奇迹 嗯 嗯 希望他在这个比赛 嗯 有更好的突破 更发挥 是的 嗯 好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呢 这场比赛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